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记得是12年 就是上海开起来一个新的OCT的方馆 他们分类为观众媒体 就是主要是影像和摄影 而且就是到现在19年 他的一个持续性几年下来 然后他一直以专业的态度 专业的眼光 去做了一系列的影像方面的展览 赵培莉去担任了OCT的馆长 他上次给这个空间定下了 一个基本的调性在这个地方 就是比较关注媒体和活动影像 这样一些在影视里面 比较前沿的一些地方 事实看来这么多年 他们也一直在做这样的一些工作 所以做的还是蛮超前的 上海的OCT一直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惊喜 它的馆也好 它的馆长也好 真的没有什么其他的美术馆 可以像OCT这样 在媒体艺术上面的 给参展艺术家提供的这种支持 还有帮助 帮助他们的发展 就是艺术家的这个发展 还有这个艺术和公众之间的交流的那种发展 OCT上海馆 在今天的中国的美术馆系统人民 像一股清流一样 因为他们不是在迎合某种东西 他们一直是在引领某种东西 上海馆就是主要以这个媒体艺术为主要研究方向 这是非常及时的一件事情 我们应该算是最早的 在2012年 当年我们就做了第一个开关展 对杨福东的个展 杨福东的一个个展 我印象很深 因为老空间是一个挺适合做印象作品的 所以分开两个大的装置印象作品 效果是非常非常震撼的 杨福东 杨振忠 王宫兴 这三个个展都是蛮经得起锁销的 还有一些实验的一些项目 很年轻的艺术家的一些项目 所以比较全面地在展示 活动影像和媒体艺术方面创作的一些面貌 改新馆就是这个空间是比较独立的 我们开辟出若干个大大小小的不同的空间 所以将来可能就会展览的形态会比较丰富 这次它的空间它有一个整体性 但是它的场馆的这个动线有一定的辞杂性 在新馆里面可能会呈现更有意思更专业的展览 希望它永远保持精神 希望以后它们可以做越来越好 期待它们新的变化 也期待它们一直坚持它们的这种方向 我当然希望是它继续能够发出声音 如果一个美术馆它最后变成多一个不多少又不少 你干嘛要做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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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